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 15萬里程數換的商務艙 可以在網路上先選餐的話 就可以選到一個隱藏餐點 整個腳是直的耶 它是直接進去一個很深的洞 嗨 大家好 我是展睿 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 15萬里程數換的商務艙 這一整支影片呢 我還會分好多集喔 因為我要坐飛機去哪邊呢 我要去歐洲耶 歡迎我們的東京小王子 大王子 我們是去歐洲 所以就變歐洲小王子了 頭鞋要稍微換一下 這一趟旅程呢 可以微微的到來 因為整個旅程我會遇到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人 這一次要去三個國家 整個先回歸到重點 因為影片有很多集 整個拍不完 我覺得做商務艙蠻好的 因為我剛剛去貴賓市吃了一頓飯 現在要準備登機了 那我們就飛機上見 等一下再偷偷跟大家說 這15萬里程數怎麼累積的 其實那時候我打電話去詢問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因為當時的機票有漲價 所以變成是 從台灣飛到維也納商務艙來回機票 也是15萬 所以用換的比較划算 因為機票漲價 等於15萬里程數 跟買一張機票也是15萬 所以用換的真的超級超級划算 終於上來了 剛才等了兩個多小時一個繁集演武 然後一上來 空姐跟我這樣說 你是徐展榮嗎 徐展榮先生嗎 對 徐展榮先生 對 對不起 大致上就這樣 因為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所以等一下就要準備睡覺了 幫大家看一看 還有鏡子耶 好高級喔 這2G也可以這樣掛 好啦 旅行的數 要準備旅行了 可以換上鞋子 現在呢 準備要起飛了 是晚上了 你看這個星空好漂亮 好玩哦 看這個星空就好 好玩喔 啊 最好玩 好玩 插 好玩 Yay 終於來到泰國轉機 對 我現在人呢正抵達泰國 目的地不是泰國 沒有要去泰國玩 我們要來轉機 因為我們的目的地是要去歐洲 剛坐了三個小時的飛機呢 接下來就重新下飛機 但是我們是要坐同一般的飛機上去 飛到歐洲 可是它全部都要先下來 行李不用拿 只要把登機箱拿下來 跟隨身的東西拿下來 重新登機一次 等一下就要直接一路睡到歐洲了 剛好呢現在在等轉機的時間 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這一次呢我總共是用了15萬的里程數 換到了這一張機票 那這15萬的里程數怎麼來的呢 就是用信用卡刷卡 每一次累積的那個里程數來的 我的航空公司裡面呢也有里程數 那信用卡裡面也有里程數 那都有分別通知我 其實去年原本有7萬多里要到期了 但是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到了今年 那今年因為終於就是可以放飛了 可以出國了 然後就不能再延了 我就必須要把里程數給它全部用掉 總共我就花了15萬的里程數 換了一張歐洲的商務艙來回機票 那剛剛你看到我做的呢 就是我用里程數換了 黃錫櫃冠艙 這一次呢真的是我第一次用里程數 換歐洲的來回機票 就想說把它記錄下來 如果你有找展榮展認的頻道 有一年我跟展榮一起去澳洲 然後我們也去玩 我們有去找一個高中同學 其實那個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是高中聯絡到現在的超級好朋友 雖然我們相隔兩地呢 但這一次真的是飄洋過海來看 我跟我的那個朋友每次都講說 欸有機會有一年我們一定要一起去歐洲玩啊 講了大概六七年吧 今年終於就是我問他 他說好 他從澳洲 我從台灣 我們要一起飛 去歐洲 原則上呢我也是一個滿懶的人 我不是一個會把行程全部都塞滿的人 如果有去一些特別地方的話 就跟之前你看到的帶你去旅行 但我不算是屬於那種資訊控 或者是真的會介紹的很細節 對因為我真的覺得 如果要出來玩有很多資訊 真的是你要親自到這邊 自己來體驗 你就會自己想要查資料 重點就是可以記錄一下過程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也可以回味一下 那如果有機會你自己出去玩的話呢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有一些地方呢 搞不好我去過 你去過 我們曾經都去過 好啦 走啦 接下來要飛到歐洲要10個小時 我覺得我這一次超好的 因為他的同一架飛機上去就算了 他轉機的時間 中間只隔半個小時 不用太久 但是如果就算很久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商務艙有個好處 轉機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到貴賓室裡面去吃東西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國際機場的貴賓室 是可以洗澡的 雖然我是沒有體驗過 既然都有這種空窗的時間 我們就不免贖 各位觀眾朋友 預備業配 因為既然講到說要來體驗飛機的話 剛好要介紹一下這個行李箱 他出了這款顏色 我剛才我買了新的顏色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很好用 你看這個 你知道嗎 所有的行動電源 或者是你隨身要用的東西放這裡 你要過安檢的時候 就不用一定都要整個都要把它打平 或整個把它攤開 我覺得這一種方式真的超方便 然後筆電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iPad跟筆電 然後我是把一些我在飛機上面要看的書 根本也不會看 做樣子 都睡死了 誰跟你帶書啊 就是有這種人 搞不好真的會看啊對不對 大家不要這樣子 裡面還是可以正常的放東西 這影片真的沒有業配 接下來的整個旅行 我會開箱很多東西 我會介紹很多東西 好就這樣業配到這裡 哈囉 我又來了同一個位置 我這邊是A6 我的幸運號碼 前面是A5兒女 這邊呢 可以把晚一點要用的東西先放這邊 如果自己有帶一些保養品 什麼面膜啊 還是什麼的都可以放 我給你這邊也都有置物的 就鞋子啦 自己想要的物品啊 就如果是非常多的話 就等於可以把這邊 當成一個暫時數目 自己的空間 然後你就不用一直去開關東西 一直拿行李打開什麼 就可以把你所有東西都先撕養 乾杯 你看 把自己的小空間全部搜 然後等一下起飛的時候 全部都要收起來 然後每一個人上飛機的時候 可以點一杯飲料 然後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果農果汁 看 這是它的過夜袍 這是梳子 牙膏 牙刷 一些清潔品 擦眼鏡的 眼鏡布 剛剛這是給帶走 我剛到泰國專機的時候做短程的 然後餐點呢 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做長途的話 你可以吃到好多不同的餐點 我剛聽小王子說 可以在網路上先選餐的話 就可以選到一個隱藏餐點 等一下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哇 它有睡衣耶 這是長途航空跟五季缸的聯名睡衣 五季缸 我們來穿睡衣囉 整套 包很多東西 點一杯抹茶 牛奶 乾一杯 等一下吃完宵夜 要準備睡覺囉 看看我們這邊有什麼 鵝肝醬 好豐盛 It's for you 不客氣 今天的宵夜 吃完這宵夜要睡了 是什麼 隱藏餐點 小王子店的龍蝦搭配 就是芝麻飯 你說網路上提前選餐就會有這個 網路隱藏餐點 那喜歡吃海鮮的人 真的 你知道網路上提前選餐 你可以得到隱藏餐點 哇 它可以幫忙鋪床耶 這個特別跟冷牆就會有了對不對 我碰到我們會先選餐 因為有時候長班會比較冷一點點 這邊已經躺平了 真的是平的耶 好平 臉被超舒服 看一下去讓它直接變平 哇 整個腳是直的耶 它是直接進去一個很深的洞 下去之後上面還有一個枕頭的位置 隔壁睡一個那個一鍵終極的對象 你到底是有沒有要睡 到底有沒有要睡 對 好啦 晚安 晚安 早安 我連我自己睡了多久都不曉得 可是覺得就是睡了一覺 然後就很天亮了 我剛看了一下 其實離開台灣很多地方都超級乾燥了 我覺得這蠻好 它就送我的身體努力 然後還有送這個護手霜 護膚膏 然後裡面還有餓腮 滿貼心的 早餐來了 好 好 我吃完早餐 又睡完覺 我們的情形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一次呢 特別開箱這個長夢的上路場 另外有一天也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補程書 現在不完全不是業配 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即使到現在 我周遭還是很多朋友 不知道說 可以用信用卡 刷卡 然後同時可以連接補程書 那我之前呢 有用的是玫瑰 同餐廠房 購入這個聯名卡 還有一個是這個 現在的悲信卡 但從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開始會辦信用卡 那時候的信用卡 都是簡單的現金會不會 大概出社會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個人生夢想的時候 就是我想要透過我的人生 可以到世界各地 就是用一生來環遊時間 就因為這樣 我們開始奉入職場以後 我就把我所有的信用卡 全部都換成一個 里程書一般的 當然一開始啊 不必不是一開始 就拿到比較好的信用卡 所以一開始都是50塊 累積一個里程書 到後面呢 開始就變成30塊 一個里程書 那每一張信用卡 送的東西不一樣 不同的信用卡 就會不同的時候 把它用掉 中間呢 就會因為自己有開始 出來工作啊 慢慢的就開始升級自己的卡片 中底下來呢 現在我的信用卡 差不多最低可以是 每消費15塊錢 就可以累積1里的里程書 最高的話 頂多就是消費18到20塊 可以累積1里的里程書 我很多朋友會講說 里程書很難累積耶 我跟你說 那是因為如果你馬上要變線的話 你會覺得很難 但是如果你把它的時間拉長 就像我等到那個里程書都已經要到齊了 就知道我累積了多久 那每一個人的消費方式不一樣啊 就不用為了累積旅程書的 特別增加消費 你把你平常有的消費圈 都變成是很考究了 它就會累積下來之後 量化以後 它就會等到很多很多的違規 那我這一次呢 換了這個里程書的機票方式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去的 就是你要特別打就要到航空公司去 反正大家要去詢問 然後我周遭有一些朋友 他們都已經創業了 然後都是用一般的先進違規 每一個得理財方式跟習慣不同 有些人就是習慣換現金 紅利兌換會比較好 那有些人就喜歡換正品 那這邊提供給大家的參考 YA 我們遞達奧地利的維也納爾 這個就是開箱15萬里兌換歐洲來回機票 我覺得兌換的機票 基本上所有的服務都是一樣的 而且非常的讚 如果要兌換的人記得 一定要提早去兌換跟提早去開票 每一架飛機可以兌換的那個位置都是有限 所以並不是你想換就會有位置 也不是你想去哪都可以用換的 我這個大概提早4個月以前就換好了 你說有多早呢 好啦 那就是喜歡今天的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接下來我們會去見誰 我們要去看誰 我們要去哪邊呢 大家期待一下 通常商務商的旅客都會心裡很快就到了 一個下來小居 我們這趟旅程 我也拿奧地利 GO 那因為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 不過這一次真的是 我在講話 你也在講話 www www www